自从谢娜宣布怀孕之后 在家休息养胎的她 就经常在微博 晒出钱去看望她的朋友的合影 昨天去看望谢娜的是快乐家族的李维嘉 两个人一起坐在沙发上笑得很开心 还摆出了打口的手势 不知道是不是在为肚子里的宝宝打口呢 随后李维嘉也转发了谢娜的微博 并留言称 下次见你就该和家欢乐了 加油哦 娜妈妈 看到维嘉的这句话 网友们纷纷猜测 谢娜是不是快要生啊 毕竟他们是这么亲密的关系 见面肯定是经常的 既然下次见面就是和家欢乐 那应该离生娃也就不远了吧 而且何炯的那句评论 似乎也在印证网友们的猜测 何炯说的是 电子很大哦 意思是不用打电子 已经遮不住谢娜的大肚子了 其实前不久 谢娜出席自己的自创品牌活动的时候 虽然特意穿了大衣遮肚子 但是从侧面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肚子已经很大了 算一算时间 谢娜从7月份就开始缺席 快乐大本营 到现在已经6个月了 加上知道怀孕时 应该也差不多一两个月 所以距离生产日期应该不远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小宝宝的降临吧